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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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讲 多多讲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多多讲 多多讲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多多讲 看那大家都一起多多讲 多多讲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快深深耀 看那大家都一起深深耀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快拍手 如果感到幸福就快快拍拍手 看那大家都一起拍拍手 拍拍拍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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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是我的房间 这里可是主卧 对 完全正确 那边是涛涛的房间 他从小就一个人住 你住书房 我已经帮你收拾好了 如果你住不贯地铺的话 明天我帮你买张床 喂 妈 我不过去了 我 我这水电修好了 您睡吧 我回来了 回到了海风身边 带着涛涛 但是 家不再是原来的家 海风也不再是原来的海风 也许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一报还一报的 我该怎么办呢 不 我得努力 努力 涛涛 吃饭了 什么意思 妈妈跟你说过什么 尽量说中文 哎呀 我已经很尽量了 还要更尽量 好吧 涛涛 去叫爸爸过来吃饭 不好 海风 吃了饭再走吧 过去都是你做饭 你照顾我 这两个月我来做饭 家务活我都包了 过去的事我全忘了 至于现在 只要不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你随便 那你晚上几点下班 我做了饭等你回来 妈妈 我想多吃一个鸡蛋 妈妈 喜欢这个爸爸吗 一点都不 妈妈 咱们什么时候 可以回自己家呀 来 多吃个鸡蛋 来 静静走 早 你好 早 林雪 你这样不能解决问题 咱俩就不能心平气和他谈谈吗 我上班要迟到了 我已经替你请了一个小时假 对不起 我知道你生气了 可是这事情来得突然 我都不知道怎么了 他们连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蹦出来了 你说怎么不能怨我吧 不怨你怨谁呀 他们就这么平靡 无故闯进来 你也不向着我 好像他们站立 我不站立 我只能走 沈子少在那里 按了你们的事 你这大喊大叫的也不能解决问题呀 只会弃着你自己 那你说 你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昨天你把他们安置在哪了 我把他们留下来 什么 你跟他们睡一起了 没有啊 我怎么敢发现那么大的涛天罪行呢 我昨天晚上先去我爸我妈那儿 后来 林雪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要跟我说你前期住我们新房的事 我警告你 没得商量 你听我说 安家宁这次是有备而来的 如果我不答应他的条件 他得给我打官司 去整原来房子一半产权 还要让我付孩子的补养费 甚至可能闹到公司去 会闹得满城风雨的 什么 他到底想怎么样啊 他 他要我做两个月孩子的父亲 什么意思啊 这孩子真是你的 怎么可能呢 他现在是拿孩子来说事来了 我简单算了一下 孩子是在美国养大的 一半房子一半抚养费 至少得几十万块钱 如果他闹到公司去 影响会更坏的 到那个时候 我真是挑紧黄国 我也喜不清楚了 更别提 拿到副总经理的位子了 他真做得出来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能 我想 把这两个月忍过去 什么事都会没有了 他保证 两个月之后就会离开 而且以后不会出现我面前了 你是不是 还对他旧情难忘啊 又胡思乱想 早就没情了 哪有什么忘不忘的 咱们两个人现在啊 是一个战行的战友 好吧 我不怀疑你了 事到如今 也只能举手投降 让敌人 得意的笑 这就对了 谢谢老婆 谢谢老婆 真的 我也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你说吧 虽然我勉强答应 让他们住下来了 可你不许跟他们住一块 更别说住在一个屋檐下了 那可是家庭的条件 我不管 这是我的底线 一想到你跟别的女人 住在一个屋子里 我就受不了 好好好 那我就先住 我爸我妈那儿住就行了吧 哎呀 那我们的房子没了 婚礼的事怎么办呀 我还真把这场给忘了 要不咱们先延期吧 不会是取消吧 乌鸦嘴 你想我还不答应呢 这样 今天呢 我应酬比较多 你先去酒店 把那个预约给取消了吧 等这事过去 我保证把你好好地取回家 阿姨您到 来来来 英雄来了 来了 阿姨 您不是爱吃皇下酒店的西点吗 我真好去 给你们消了一份 真有心 应该的 你去皇下酒店了 你们婚礼的酒席 他们准备的怎么办啊 海风没跟你们说啊 我们的婚礼延期了 什么 延期 为什么延期啊 因为 因为装修房子 出了点小问题 我那严重吗 昨天海风来了 不是说了吗 停水停电 水电全有问题 我看你真是岁数大 记性怎么这么不好啊 是我记性不好 还是你记性不好啊 海风来的时候 说停水停电了 他走了以后 你不是又给他打电话了吗 说水电都修好了 对对对 对那个本来说要在家里住呢 后来呢走了就没回来 瞧我这记下海 这么说 海风没在家住 没住啊 后来他来电话说 水电都修好了 就没回来 怎么 水电又坏了 真是的 一点判断能力没有 什么脑子呀 水电坏了这么点事 就能把婚期给堆支了 一定有其他的事 其他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什么事啊 要不等海风来了 你们自己问他吧 他说的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叔叔阿姨我先走了 吃了饭呢 走吧 不了不了 我还有事呢 我走了 好好好 慢走啊 你们别出来了 我走了啊 再见 你慢走啊 还有你 我说你以后说话 小心点好不好啊 什么算是大了 机型不好啊 你不怕露馅丢人现眼呢 你手术不借的 倒打一把 刚才是你先说的 你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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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我先说的 吃点眼去了 哎 我先进去 你只敢摆动 好的 画完这张画该睡觉了 哎呀 我不困 不困了 好 那我们就学中文去 啊 又学中文啊 什么叫又学中文啊 你要赶紧抓紧时间补习了 知道吗 哎呀 又没用 谁说没用啊 你是中国人 要把你的母语说好 去 拿图片去 好吧 回来了 你不是躲着我们才回来这么晚吧 我不想把时间花在东左西藏上 那就好 妈妈 给你 糟糟 看谁回来了 叫爸爸 嗯 不要 没礼貌 昨天不是叫得好好的吗 怎么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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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我 担当不起 叫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你别熟那灯了 你叫得认汉字吧 我得去洗衣服 哎 那个 你来叫吧 我不会叫啊 你就按照这卡片教就行 很简单啊 偷偷很聪明 一学就会 我没兴趣教小孩上班累了一天了我 你别忘了 我们真有协议的 我 你 我不教你 聂海峰 林雪 你真的在这里 你果然的骗我 我没骗你 你还想骗我 你口口声声说 你在陪你的爸妈 可事实上呢 你们一家三口 在这里高高兴兴地团聚 把我当成傻子了是吗 你干吗不直接地告诉我呢 我有自知之明 不会防爱你们的 林雪 我怕你往歪了想 所以呢 就没敢跟你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得相信我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 你凭什么用我的新毛巾 我没有同意 讨厌 林雪 林雪 你真的误会了 是啊 我是误会你的意思了 你说让他们住两个月 其实的意思 就是让我靠边站 然后延迟了婚礼 其实就要取消对吧 你这是在歪曲事实 你们都住一起了 还想要什么事实啊 我是迫不得已 才住在这儿的 这是佳宁不胡闹的条件之一 我是怕你接受不了 所以没敢跟你直接说 可是我保证啊 我跟佳宁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不听 我不听 你骗我 你要真爱我 就让他走 他要闹就由他闹去 你深不深知 我无所谓 赔多少钱 我也不管了 我就是不要你跟他在一起 你别耍小孩脾气了 我不会因为一个 早已没有关系的人 就毁了我的前途 我这不是冤大头吗 再说了 这两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你 你对我想了想吧 你不肯牺牲你的前程跟财产 那你就能牺牲我是不是 好 我成全你 我退出 我们一刀两断 宁游雪 宁游雪 你找什么呀 我脚扭了 找药 我给你找 我给你找 现在你别让我给你找 你跟他解释清楚了吗 你也是 你干嘛还骗人家呢 那你什么意思 我应该直接了当跟他说 我跟我前妻同居两个月了 那也是够难为你的了 不过这小女孩挺有意思的 怎么一进来大吵大闹的 也不听人解释 他事比你小很多呀 八岁 难怪啊 你们这些男人呢 就图年金漂亮了 一点都不图实际 你倒是实际呢 可结果呢 结果没估计你感受呗 对不起你呗 现在想想了 别说了 再扯啊 过去事就给扯出来了 找着了 那你 你坐着 我帮你擦擦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 那你就擦上去以后啊 轻轻地揉一揉 然后把脚垫高 好吧 我帮你 我爱你 终于写是吧 是我高经理 你的简历几乎都是空白 但你大学毕业已经四五年了 一直都在做什么 我都是在一些小公司打工 不值得一提 所以就没好意思往简历上写 那你都做过什么工作 跟您一样搞人似的 那咱们还是投行了 您是前辈 我得向你多多学习 不错 人漂亮还谦虚 那我是不是被录用了 不是 本公司没有需要你的工作岗位 目前只有销售部需要人 销售部 好啊 我愿意去 你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 经理 经验在于积累 那我很冒险的 或许是个惊喜呢 以你的学历 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可我觉得 最好的工作 一定在向我招手了 恐怕 待遇上也达不到你的期望值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明天是不是可以来上班了 可以 太谢谢你了高经理 先说好 有实习期的 三个月 没问题 谢谢你高经理 那我们明天就要上班 再见 真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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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愿意去 还要上班 都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 你知道现在工作多不好找 说的没错 可遗憾的是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而且我非常满意 你就随硬吧 我有服装公司 你不会没听说过吧 销售部 你更不会陌生吧 不可能 他们公司是我们的最大竞争对手 对 从明天开始 我就是你竞争对手公司的一份子了 惊喜吧 你这样做肯定会后悔的 我认了 只要能躲得你远远的 只要不再见到你个大骗子 我做什么也认了 而且绝对不会后悔 你真的不会后悔 怎么回来 他们有个伴儿 回来了 来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海凤儿 这是这个周姐 小青 这是周姐的女儿笑笑 小青的儿子 同仲 来来来 来叫师傅好 师傅好 我前夫 叶海峰 我住三楼 小青住七楼 你们刚搬过来嘛 那个以后有什么事 大家互相照应了点 对对对 互相照应没错 常来常往呢 对对对 我喜欢轻点 那个时候也不早了 周姐我们该回家做晚饭了 不好意思啊 她今天可能有点累 心情不太好 晚上可热情了 要么也不会收留我们母子 那真不好意思 今天没好好地交代你们 改天咱们再来玩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好 来一起送你们 不用不用 没事没事 走 咱们这以后啊 常来常往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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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师傅大帮你拽我来的 不是 再说 不是 在 不是 不是 哎哎哎哎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好 你就笑了 没见他这么淘气的 他是淘气 你不觉得他跟你像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吗 来 我问你 哎 看见你啊 能不能以后 我不让陌生人进来啊 他们都是这儿邻居怎么了 再说你的床上人周姐送给你的呢 送 没来两天 你要跟人家打得热火朝天的 还什么都说 我说什么了 我不过就是说的事实怎么了 你再有两个月你就走了 我还要在这住下去呢 那我更要帮你搞好邻居关系了 不需要 是周小姐没原谅你吗 她辞职了 啊 辞职 你们也就是吵吵架了 干嘛辞职啊 她已经不在我们公司了 去我们对手的公司 跟我唱对台戏 我都没想到 你是没想到 你没有代沟 哎 我我我先说说我自己的感觉啊 周小姐呢 确实的 她的模样不错 可是我总觉得 她的家庭背景啊 学历啊 应该是一般的 你看她说起话来那么冲 你讨厌跟谁都吵架似的 你跟这样的人 长期相互下去的话 那不还 你要是不了解人啊 就不要乱发表意见 反正我去用她就行了 你管什么现实 喜欢你分谁啊 太不实际了吧 各位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新来的员工周元雪 从今天开始 就跟大家并肩作战 你们能教的多教教他 能帮他尽量帮 争取让他早点通过实习期 大家好 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 小周初来乍到 你们可不许欺负他啊 要是让我知道了 没你们的好 高经理 你啰嗦完了没有 销售部的时间 可是很宝贵的 好好好 见面会到此结束 你们忙吧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的顶头上司 这位是销售部经理马强 你好 你好 是 你 这个世界真小 欢迎你到销售部来 东方 帮他尽快熟悉下情况 报表 店铺地址 还有这一季的货品资料 其他的人 三分钟以后 到会议室开会 好 请你倒几杯咖啡进来 还有 那边的新资料 需要你拿去复印三十份 东方 尽快给他 好的 看出来了吧 你们经理呀 是个敬业专业 有条不紊 讲究工作效率的人 你来威尔士来对了 跟着他 你能学到很多 有用的东西 加油干 别担心 不担心才怪 以后这些归你了 这是各部门的分记号 和咱部门 每个人的联系方式 谢谢 恭喜 这些都是你需要了解的 所有的资料 这么多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我们服装的款号 我每个月 也有销售任务吗 当然了 不过 实际期完成百分之五十 就可以了 那也够我瘦的 小周 高经理 怎么样 第一天还适应吗 慢慢来吧 记住了 在外面有困难找警察 在外面有困难 就找我 好 马强 来来来 一起一起 来来 就坐这 讲电视位置 小周 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和我 是最铁的哥们 我们俩 无话不谈 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就是他的事 小周啊 我第一眼看见他 就觉得特温暖 特亲切 特像我妹妹 你有妹妹吗 没有怎么 要么怎么像 你有哥哥吗 那你以后就把我当哥 千万别客气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就是你的事 老毛病又犯了 你别打岔啊 告诉你 今儿我就把小周交给你了 你得好好关照他 不能让他在你那销售屋里头受半点委屈 你要是敢对他不好 我第一个不答应 谢谢高经理关心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 好好干的 那你们两位慢慢吃 我先走了 你怎么吃那么少 人家是懒得跟你啰嗦 我说你就不能改一改 这一见美女就犯见的老毛病啊 是我折马强言 你说我改得了吗 吃饭 喂 喂 干嘛呢 别烦我 出来聊聊吧 在家里会憋出毛病来的 喂你啊 不值得吧 我才没那么傻呢 是吗 那我去找你吧 别别别 我可不想见到你 你就嘴硬 要不是家宁回来 咱俩早就登记成夫妻了 哎 幸亏啊 半路杀出个陈咬金 不然 我就掉进你的陷阱里了 别再打来了 我忙着呢 家宁是陈咬金 我可没有跟你说陷阱吧 哎 你现在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还找我干嘛呀 你看你说的都是气话 我是附近请罪的 反正今天你怎么处事我都可以 好不好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 我这不欢迎你 我人都来了 要让我进去喝杯茶 好不好 想得美 我跟你已经一刀两断了 以后别再来骚扰我 哎 你说咱俩的感情 怎么这么惊奇考验呢 这话应该说你自己 好好好 是我不好 我以前一向对你是全心全意的 这次呢 是我一时糊涂 我犯了原则性错误 我下不为例 好啊 那先搞定你老婆孩子吧 哎 我 银雪 他们不是我的老婆孩子 我是清白的 银雪 你别这么任性好不好 你赌气辞职 偷靠竞争对手的公司 这也不是解决办法呀 你真打算把我让给别人呢 啊 银雪 反正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你还是冷定下来 好好想一想吧 你们这洗手间还有十多两时间 我下班回来已经半天了 我要上厕所的 好那你帮我把他抱出来 他沉 他自己不会出来 从小教育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你五岁的时候 是你自己做的吗 来吧 你还笑 突然你都挂着他吧 你看看你 哎呀 对不起对不起 是 对不起 我们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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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 妈妈陪你走 来呀 那么沉 是不是想到你下班了 吃点水果吧 平时你工作那么忙 又不按时吃饭 你应该多吃点水果 补充补充维生素 有那功夫吗 管管你儿子行不行 你儿子 你住在这儿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别拿孩子往我身上来 要么你们去做个亲子鉴定 我凭什么做这种无聊鉴定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没错 你说得很正确 我说你在美国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以前你可不是这样吧 你以前也不这样 再说了六年时间也不算短 有点变化也正常 肯定是啊 孩子他爸把你给抛弃了 要不然就是你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你想回国内发展 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 硬是吧 别人的孩子往我身上安 这种手段太老套了 我既没被别人抛弃 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发展 你肯定有事 他这样的话兔子就从这儿跑出来了 是不是 那干嘛呀 就是为了要保护他 管家宁 你回来了 今天晚饭有我份儿吗 多做点儿就行了 辛苦了 客气 要不你现在就去做饭吧 我有点饿了 好 她她我来看着 你放心吧 今天今天今天不错啊 我是怕回去给你打吓是吧 好 那你就等着吃县城了吧 谢谢 画得还挺好的啊 我看我这遥控器车 我看我这遥控器车 你妈好像是说让你说中文吧 我家里也有洋控器车 我家里也有洋控器车 只不过没带来 你先回答我个问题 我就给你看 那好吧 喝吧 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哈克 叫什么呢 叫什么呢 威延 哈克威延 不是 是克拉克 到底叫什么呀 克拉克威延 哈克 好孩子 那你爸是干什么的呀 你不是说就很一个问题吗 这个问题跟刚才是一个问题 你爸爸来没来中国 他现在在哪呢 你骗人 我跟妈妈 你不说就算了啊 反正我知道你有亲爹就行了 来 送给你 还没做好呢 好 说什么呢 这么高兴 还挺能装 当我说这个名字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一颤呢 没想到 我跟佳宁 找了个老外 不过也很正常 在美国这种地方嘛 你说 这涛涛 怎么长得不像浑雪 是不是遗传你的记忆啊 别胡言乱语了 发神经 百密一说啊 你口风再紧 再怎么精心设计 可是你儿子不成器啊 你就老实交代吧 你跟老外怎么回事 你跟你儿子非要住这个新房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真有你的 在孩子身上下功夫 要不我怎么揭露你啊 好 那我问问你 涛涛都跟你说的是什么 涛涛有话吧 他的名字叫做 Clark Wayne Park 其实这人呢 你也认识 Clark Kent超人 Bruce Wayne蝙蝠侠 Peter Park蜘蛛侠 这些都是美国动画片里的 英雄人物 不过听说他们在这儿的 知名度也很高啊 你打了 你去干嘛呀 把汽车还给我 为什么 我 谁 还 还给我 为什么 我还说你 我还说你 你以为你发离过课呀 我你说你 说 你帮人 说你 你不准欺负他 他 我欺负他是 你们俩一块欺负我 是你去经不良 但是在说他也没有骗你啊 你不信你过来看见他发 原来 原来 我客人 我非常准备我 他也没有骗他 而且这个 nincom 能与 SM 我 为了 你 你 没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